这张照片 这不是小刚吗 婉晴 雪梅 他们怎么在一起啊 小刚摔断了腿 雪梅去医院碰巧拍了这张照片 这孩子今年五岁了 是民国十四年五月出生的 民国十四年五月 你说这孩子是 是的 不过 我不知道当初你们 到了哪种关系 也不知道什么时间 不过依我推测呢 你当初还没有走 他也不可能有别的男人 是不是 当然 十四年 那时他当然没有别人 只有我 可那怎么会 我懂了 我只是十三年秋天走的 三姐 这个孩子是我的 是我的 青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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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你好 你好 你要去哪儿啊 我去看 从妈要回来了 别跑远了啊 好 你 这个世界是一样的 黑鱼蛋 然后你没有 我不是坏人 叔叔 你怎么哭了 你迷路了吗 你长这么大了 腿还疼吗 你认识我吗 我们见过一面 你叫小刚 你妈妈叫艾满前 对不对 你认识我妈妈 你是她同事吧 你真聪明 对 你见到我的事 千万不要告诉你妈妈 可是我从来不跟妈妈撒谎的 这是好孩子 不过 你不对她说 并不是撒谎啊 可为什么要瞒着她呢 因为 我和你妈妈有点误会 我怕她知道了不让你见我 不会的 你妈妈从不打我 总之你妈妈暂时不能见到我 答应叔叔好吗 这样叔叔可以经常来看你 嗯 好吧 好 那我们拉钢 快叫大牙叔叔啊 大牙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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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刚 嗯 谢谢舅舅 给 拿着 好 小刚 来 你会钓鱼吗 会呀 我看我就是工呀 就会了 好 好 来 开始吧 走 哇 这可真厉害啊 哎 你说 鱼在水里会睡觉吗 睡啊 一边游一边睡啊 真的 那其实我也不知道 也许 睡觉的时候不游 飘着吧 嗯 那鱼被勾入了会疼吗 当然会啊 嗯 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也告诉我 我一个 好 你看 有一次我的手指头 被划破了 嗯 我以为告诉别人 他自己就好了 疼不疼的 当然疼了 本来我没想哭来着 结果 结果你还是哭了 对啊 哭了一会儿 哎 你说鱼在水里 疼的时候会哭吗 当然会啊 但是你看不出来 因为它在水里 是啊 哎 该你说了 我 我的秘密啊 其实 我不是大侠 那你是谁呀 我是你爸爸的朋友 真的 噓 没嚷 说秘密的时候 怎么能嚷呢 嗯 我是你爸爸的朋友 是他让我来看小刚的 那他为什么不来呀 我爸爸现在在哪儿啊 这个 下次再说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行啊 你也告诉我一个 行不行 秘密只能一次说一个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呀 下次 过几天吧 那下次咱们 一直要说五个秘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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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嗯 好 我帮你拍照 好啊 好 好 来 看这里啊 来 看这里 两个人 你 特别 了 有 有 但是两个人 我和小刚刚才已经约好了 这 这我可做不了主 万一要是让群伍知道了 我不好交代啊 小刚 小刚 快跟大家说再见 干什么呀 嗯 咱 你说如果 我是说如果啊 程子华真的找上门来了 您说怎么办 他是不是已经来了 你见到他了 见到 你们三个 不是还在一起钓鱼吗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 其实我这么做 也是有恐终的 那天 程子华从邮局 一直跟到咱们家门口 他说他在医院里 见到了小刚的出生连约日 就断定小刚是他的孩子 非要见你和小刚不可 我不能 不能让他见你 可不能不让他见小刚啊 可我又不想让小刚 知道他的身份 于是 我就顺口 编了个故事 没想到说出来以后 就收不回去了 我是怕 真有一天 那个城务馆的人 把小刚领走了 所以就跟他 立了约法三章 这个我想 他应该不敢 小刚毕竟是我带大的 我是怕 把程子华给逼急了 到法院去跟他打官司 怎么办呢 所以呢 就想先让他见见 把他稳住了再说 他知道了小刚是他的儿子 想见他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可是 我们的生活 从此就不会再平静了 他来说 他肯定是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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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ortedly是回来的